今天跟大家讲一位叫吴辉教授 他写给他刚考入大学的女儿一封信的内容 里面有九点的建议 涵括了道德专业知识戀外方方面练 这封信不止打动了千万的父母 甚至精通了教育部 现在跟大家讲一讲 这封家书里面的内容 因为比较长所以我尽量把它简化 吴辉教授在他30岁时才考研 后来读了博士 现在成为老师 但他曾经有10年做过小学和初中的老师 这封书是在他女儿考完高考 入大学之前他交给女儿 这封信真的改了他女儿的一生 这封信里面的内容 现在再跟大家介绍 他说宝贝光阴似箭日月遇疏 强保中牙牙学雨 庭院里满山学步 现在这些很以前的事 不知不觉 你已经长大了 转眼间你就上大学了 按理来说18岁就是成人 我其实不应该有什么担心的 但是自你出生以来 从未离开过家的 我担心你在外面 不懂得照顾好自己 你说不想在本地上大学 我理解的 我亦支持 外面海阔天空 你可以任意翱翔的 你不喜欢听我说道理 但是你现在是外出求学之際 我都要啰嗦幾句 对你未必有效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 第一点就是关于道德 你要做一个道德的人 这个不是现时特别提倡 自古有这样的说法 我主要是说应该怎么去做 道德是一种实践 良心不是仅存在你的内心 要表露出来实践 他举个例子 曾经一次在公交车上起床 让位给一位老人家 他女儿就问他 不想得到 爸爸会让位的 他就问 老师没有教你让位的吗? 他女儿就说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他爸爸说 我理解你们年轻人的心理 当我第一次去帮人的时候 我都很在乎人家的眼光 现在想起根本不必 生活中有很多小事 顺手黏来也是 这是一个善行 当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要略息 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举手之路 变得更加美好 爸爸我受过别人的恩惠 我们要懂得反暴社会的道理 第二点是关于专业 今天的专业 并不等于永远是好的专业 不要用利益的标准 你这个标准不长久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看自己喜欢的书 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选择你喜欢的 选择你热爱的 你的工作应该有更加多的快乐 你的生活是有更高的品质的 第三点是关于知识 知识可以令你的人生 拥有更多的可能 读书没用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因为很多没读书的人都会发达 但是个案不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要普遍的现象才有说服力 那些只不过是个小数 少懂常识的人都知道 即使你用金钱衡量 知识的作用都不可以忽视 读书到底有没有有用 关键是看你如何 看待这个有用 不能够只用金钱这个标准 知识令人生拥有更多可能 知识决定一个人的气质、趣味、眼界、欣赏水平、价值观 这些都是影响生活质素的关键因素 这些都是知识分图的结果 而不是金钱交换的产物 如果你大学不业后 能够认识到 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那你的大学就上得值了 第四就是关于阅读方面 要读多些经典 因为经典是时间选择的产物 大学和高中很大的分别就是 你自由了很多 而挥霍自由的人也有很多 我希望你在这个年轻的时间 认认真真读多些书 我强调是趁年轻 因为当你进了社会做事 你就会发觉想抽时间出来读书 是很困难的了 我还要强调要读好的书 有些书真的会害人的 思想贫乏 内容是平庸的 读书好像交朋友一样 要仔细的因别 非善物近的 第五点是关于竞争方面 我们竞争不要靠人情关系 要靠你自己的本事竞争 现在这个年代用实力说话 规则是应该会更加公平 竞争肯定越来越残酷 你爸爸我是一个挖强的人 我办事不喜欢求人 也很少求过人 当初我从小学调到初中 是因为校长觉得我有教初中的水平 后来完成过学校招聘六名的老师 我是第三名 但是可惜我没有被取录 不要紧 我不靠人 第二年我就考上研究生 离开了个地方了 不靠人情关系 靠本事去竞争 虽然这个是比较辛苦 但是你对外你认得别人的尊重 对内你得到心里的安稳 你说多好呢? 你要知道 一个人如果不想过低三下四的生活 就必须有能自己抬起空堂的资本 你要找着你的机会 提高你自己正面风雨的人生 迎接时代的挑战 第六点是关于漂亮方面 其实内外兼修很重要 千万不要追求花瓶色的漂亮 虽然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少女更加明显 人要懂得修饰自己 遗憾的是 我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你 你会当买些新的衣服 戴少许的首饰点绝 用少许化妆增加你的颜色 这些是可以的 当然漂亮有魅力 不只是外表那么简单 言谈举止 都会传递一个人的风度 代人接物是可以摄露一个人的修养的 内外兼修很重要 我不希望你追求花瓶色的漂亮 再说我们家也没有这样的资本 知识是最好的化妆品 良好的素养是令人更加有魅力 这种是岁月都没办法剥夺的吸引力 第七点是关于戀爱 爱情是很美好 爸爸希望你找到意中人 女儿只要你幸福 我的一生就圆满了 戀爱是很严肃的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感情不是用来玩的 恩爱不是用来表演给人看的 真爱深沉而非肤浅 真心无私而不贪立 你的爱人不是你的私有品 你可以想他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打扰他 你可以爱他 但是不能限制他 戀爱会令人做出些莫名奇妙的傻事 而不知的 你是女儿 要懂得结身自好 应该知道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 你去约会之前 就要想得清清楚楚的了 爱的决定 应该是基于平时细致的考察 不是一时的冲动 希望你将来的男朋友正直 有咸阳 如果你们是认真的 我会祝福你们 第八是关于交友方面 大学是读书的地方 也是交友的地方 人的一生一定有幾个 特别交情好的朋友 幸福不是取决 在金钱上的富有 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关系 朋友是你广泛的社会 关系之中的一种 快乐有人跟你分享 你更加快乐 悲伤有人跟你分担 你就没那么悲伤的了 各地都有值得你牵挂的人 也都尊有人牵挂你 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阳光 心里面是如目春风的 世界上是没有些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一些无缘无故的恨的 你希望人家对你好一点 首先自己要对人家好一点 大学宿舍四个人一间房 大家远度而来 是前世定下的相遇 如是大家能忍让一下 有困难互相帮忙一下 与人玫瑰 首有如香 第九点 最重要是关于时间方面 很多人都不懂得利用时间 这位笔者就说 时间最公平的 每个人都24小时 时间最容易得 你不用钱买 但最不为人所珍惜 时时听人说 哎呀要赶回时间 補一下时间 回来 时间是補不回来的 浪费了就是浪费了的了 不要以为自己年轻 现在做很早 遲些都未迟 大学生的时间 往往是无谓地消耗在两方面 社团活动和上网 適当参加社团活动 结识朋友 增长知识 是好事 但是太多呢 就会使用时间 以各种光明正大的名义 去被浪费的了 网络很方便 网络也很耽误事情的 手机电脑 令你时时刻刻 和外界保持联系 也令你时时刻刻 受到外界的干扰 不妨在适当的时候 把网络关掉吧 让你的时间 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上 写完九点之后 教授总结 他说 宝贝啊 雪一千到一万 都不如你亲自去实践 爸爸呢 不能够教会你所有 也不能够陪伴你一生的 时光流逝 生命不会常在 总有一日 别离灰城永远 希望这些建议 能有益于你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快乐幸福 你若安好 我便幸福 全篇的信里面 是写得很朴实 但是每一句都是很实用的道理 我们作为父母的 听了 真是他心里面觉得 他带我们 说了我们心中的说话出来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 你还有是子女 读书的话 在他踏出去 上大学的 这个时间 将这封信给他看看 对他有所帮助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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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